兄弟们这次为了做好这个270度的车载侧边天幕呢 我们特意从惠州跑了1300多公里来到了浙江的宁波 找帐篷工厂共同解决一下天幕棚布的松紧度问题 工厂非常的给力啊 经过一天耐心的交流呢 第二天就把这个样品做出来了 宁波这边做帐篷的企业实在是太多了 著名的品牌呢就有某客某风等等 为他们做加工的企业呢更是不计其数 所以呢这次真的是没有来错地方 大家看看能不能认出这个是什么牌子哈 为了让兄弟们更加直观的了解 汉图270度侧边天幕的独特之处呢 特意把汉图的这个天幕和传统的 270度的天幕拿出来给大家做多维度的对比 让大家更了解汉图270度天幕的独特之处 首先呢是安装方式 传统270度天幕呢 安装在车子的左侧或者是右侧 汉图的270度侧边天幕呢 是安装在车子的尾部 这样更加不影响行车穿越 整体的协调性呢 也更好 其次呢是重量啊 传统270度天幕呢收纳的体积更大 重24公斤 汉图270度天幕收纳的体积更小 重量是16公斤 再次是展开与收纳 汉图的270度天幕呢 只是比传统的270度天幕多了一步 大家都是打开这个收纳盒 拉开横杆 固定拉点 提起支撑腿 拉风绳打地钉 而汉图的270度天幕为了节省收纳的空间呢 把横杆做成了伸缩结构 所以在展开与收纳时多了一个步骤 就是拉开伸缩杆 然后是形状和功能的问题 传统的270度天幕呢 是不规则的多边形 虽然俯视造型呢好看 但是牺牲了它的实用性 汉图的270度侧边天幕呢 方方正正双A的造型 还自带一个淋浴间 增加了功能分区 使用性更加的强 这两款天幕的面积对比呢 相差仅为0.1平米 好了兄弟们今天我们就拍到这里 我们准备要回工厂 订这个红布了 到时候我们会多做几个颜色 供兄弟们慢慢挑选 期待下一期的视频 再见